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江南马NUNM频道 今集和大家分享 罗品超的戏剧人生 罗品超生于1911年 出于2010年7月15日 罗品超原名就是罗兆监 地园里面一般称他做监宿 他组织是广东的南海 粤剧表演艺术家 他行当是文武生 罗品超是一项世界纪录保持者 是什么纪录呢 原来罗品超是世界上年纪最大 是表演时间最长的粤剧名领 这个纪录就在建历市世界纪录里面 就是有这个纪录的 十二岁他就进入了广州这个花地孤娱院举办的粤剧科班 就在里面学艺 十八岁那年就进了广州戏剧研究所的附属戏剧学校 和八和会馆的八和戏剧《仰城所》里面学习 到1931年之后 罗品超就在千秋监 九华台这两个班里面担任静印小生 后来就再进入郭仙声粤剧团里面 就和薛郭仙、靓少讽和千里驱等人合作演出 在广州、香港、澳门、南洋各地 罗品超都有巨大的影响力 及至解放之后 罗品超就创办了《珠光粤剧团》 他就是担任这个团的主任委员 他表演的风格就是光柔相继 闲练细子 尤其是他是以小母这个行当最为擅长的 他以演《罗成社诗》里面的《罗成》 《平归别遥》里面的《涅平归》 《五郎救帝》里面的《洋五郎》 《临冲》里面的《临冲》 《荆埃》里面的《荆埃》里面的《荆埃》 以及《山乡风云》里面的《黑牛》等等这些角色 是最为出色和辞明的 他自成一格的回龙康 也是相当尽美独特所为人称赞的 罗品超的先后主演过很多剧目 传统的剧目就有 木经阿 梁山伯与竹英台 林聪 五郎九弟 黄飞虎闯五关 刘台会 山东响马 平归别妖 而另外一些现代粤剧他也有演过 包括《山香风云》 《红花江》 《沙家邦》 另外也改编过一些外国的戏来做粤剧 比如《船弓厌史》 《春香转》等等 他长期积累了大量的首演剧目 也索造了一批又一批性格回忆 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 在1950年 罗品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1952年 就以《凤儿庭》这个剧 获得全国的戏曲观摩演出演员表演的一等奖 之后他就更获奖无数 在1958年 他就担任广东粤剧院的副院长 1979年 就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 广东分会的副主席和秘书长 1988年 退休之后 就移居了去美国 但他仍然是致力于宣传推广粤剧的艺术 而且经常参加国内各种粤剧的表演 在2004年6月 当时是93岁高龄的罗品超 再演出他的首本戏《荆窝》 而且还成功地申报了建历士世界纪录大传 成为了当今在世界戏剧舞台上年龄最大 舞台演出时间最长的艺术家 这个纪录保持到现在 仍然无人能够超越的 在2009年6月18日 罗品超就以一场罗派艺术经典剧目表演 罗品超就以粤剧《故乡情》来做压缀 此外 罗品超也经常会来香港度假的 香港演艺术学院也曾经每年都特设一个粤剧的课程 由他来到教授讲学 为期一个月 他就希望在这些课程里面能够将粤剧得以流传下去 此外 罗品超多才多艺 气怒广阔 有很高的艺术造艺 是一位能闻能舞的粤剧表演艺术大师 在2010年7月15日 13时30分 罗品超就在广州的家里试试 在7月22日 广州的八和会馆 举行了罗品超的追思会 期间就播放了一段罗老先生生前接受访问时 六下的声音片段 聚述了他和前辈粤剧大师 厕国先早年合作 但演出失败 后来获得量解的一段插曲 在7月21日 当时78岁的粤剧名林小群 和她的丈夫白昭雄也专程在美国赶回来广州 宋别 罗品超 然后在7月24日 下午3点钟 就在广州殡仪馆白昏厅里面 就举行了罗品超的遗体告别仪式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罗品超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 也都全部完结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 点赞 分享 也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我们的N与阿林频道 好 下一条片继续和大家分享 其他粤剧老冠的戏剧人生 好 拜拜 拜拜